在貸款上在有一些困難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它本金跟利息都可以申請延緩繳納6個月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在利息降低的部分 那上個禮拜事實上中央銀行也宣布了降息一碼 就是0.25個百分點反映這個減少一碼之外 那所有的公股行庫它的貸款利息基本上再減碼 除了這個減一碼之外 有關於這個民眾的自用住宅 如果是一百萬以內的這些 一千萬 sorry 一千萬以內的這些房屋貸款的利率再降一碼 所以就總共是兩碼 也就是0.5個百分點 那這個額外降一碼的部分是6個月